目前在美国房地产市场上 什么价位的房源最短缺 答案是256000美元以下的房源 根据美国房地产经济协会周四的报道 现在美国房地产市场需要建筑更多的新房源 但是更需要那些大多数人买得起的新房源 在美国家庭收入在75000美元以下的 被视为中等收入的家庭 这些家庭能够承受的房价的最高价格是256000美元 按照这个标准 适合中等收入家庭购买的房屋 大约缺乏32万套 在不同的收入接触中 中等收入家庭所面临的住房短缺现象是最严重的 这使他们靠拥有一套住房来积累财富的想法变得更难 改变这种现状的唯一途径 就是推出更多的房价 为大多数人所承受得起的房屋 在今年4月底的时候 全美大约有110万个房屋在市场上销售 比去年的同期增加了5% 在一个供需平衡的房地产市场 约51%的房源可供收入在75000美元以下的家庭选购 比如5年以前 但是现在只有23%的房源可供他们选购 供中等收入者选购 与供上层收入消费者选购的房屋的正常比例 应该是2比1 相比之下 目前供高收入者购买的房源基本是不太缺乏的 如果你的年收入在25万美金左右 那么市场上的房源有85%的房源可供应选责 相比正常房地产市场的93% 仅仅低了8%左右 在对全美100个最大的城市所做的一项调查表明 有96%的城市都存在可供中等收入家庭购买的房屋 库存量严重不足的问题 尤其是德州的El Paso 爱达河州的Boys 以及华盛顿州的Spokane 极有7只科属的房屋可供中等收入以下的家庭选购 而在爱荷华州的Youngstown Accron Toledo 可供中等收入家庭选购的房屋的数量是最多的 那么在华盛顿州截止到6月11号为止 也就是昨天 应该是 那么在我们华盛顿州截止到6月11号为止 也就是今天为止 在我们King County 价格在25万6千美元以下的房源 一共只有23个 在Snowham County 一共只有10个 而在Piers County 也只有14个 由于购房费用的不再上扬 房源的持续短缺 那些潜在的买家 越来越感觉到房屋 购房的困难 很多本来打算买房的人 不得不考虑继续的租房 或者推迟买房的时间 待机而动 对于那些有办法克服资金困难 从而具有购买条件的人来说 更多的可能会考虑去选择更新一点的房子 或者到稍微偏远一点的区域 选择自己的新家 实现那个拥有自己住房的美国梦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